各位观众 我是朱古 欢迎收看原事午安报新闻 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响应太鲁阁族证明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秀领国中十七名学生参加 齐来北风登山行程 却途中遭遇落实 有三名学生受伤 草阳杯哨棒邀请赛冠军战 由宜兰三星国小对上台东北南国小 最终是由三星国小夺得冠军 屏东万乱一对马卡道族夫妻 把家中两件宝贵衣物捐赠给史前馆 希望让平埔族群有形文资 得以进一步受到妥善保存 同条新闻先来看到响应太鲁阁族证明 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秀领国中有十七名学生 日前参加齐来北风的登山行程 体验祖先的迁徙路径 不过却在下山的途中遭遇落实 导致有三名学生受伤 空情总队出动黑鹰直升机 将学生吊挂下山送仪 太鲁阁族证明二十周年秀林国中四十四名学生 十三号是前往南投县 德鲁故国小进行交流 活动出发前也邀请了部落其佬 为师生祈福 学生表示为了参加这次的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事先也训练了好几个月 就是为了要去齐来山登顶 我们训练了好几个月 就是为了准备去齐来 然后寻跟走原住民走过的路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准备 总体来到今天 校长表示第二天有三十名师生 展开寻跟之旅 在十三位专业教练的陪同下 攀登齐来北风 但却在回程中遭遇落实 导致三名女学生受伤 一人头部撕裂伤 两人脚步骨折 校长指出为了这一次课程 其实在寒假学生就已经进行了训练 并且投保相关的保险 我们之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充足 包含孩子的负重训练 还有急救课程等等 已经将近从寒假一直训练到 现在 所以我们前面的准备是非常非常充足 而且我们都是聘请专业教练来授课 秀林乡太鲁阁足四百年前 从南投原乡德鲁固河谷 历经了穿越荷欢山 其来临陷的历程 最终抵达花莲 2004年太鲁阁足正式公告为 台湾第十二族原住民族 今年正值二十周年 秀林乡公所举办系列 正名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秀林国中攀登起来北风 却发生意外的插曲 相邦表示受伤学生就医后 也都已返家休养 原市记者楼欧 花莲秀林采榜报道 同样又看到登山意外的消息 台南有两名建筑师 16号结伴爬玉山前锋 其中一人攻顶前身体不适倒地 嘉义县消防局人员出动救援 可惜到场的时候 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新北市瑞芳区的三雕里 昨天则是有六位民众登山 途中两位不慎跌落山谷 紧急送医之后都宣告不治 山友爬玉山前身体突然不适倒地 救难人员获报即刻出发救援 到达现场 山友已没有生命迹象 大家合力用拖拉方式 把无姓山友拉到玉山山脚点附近 等待空情队直升机救援 来自台南两名建筑师 16号相约爬山 其中一人工顶前不适倒地 同心有人立刻帮他做CPR 救难人员也在四小时后到达 可惜没能抢会一命 新北市瑞芳区三雕里也传意外 17号下午一点多 六位民众前往登山 两名六十多岁男子 不慎跌落六层楼高的山谷 原本有这么宽 对对对 突然内缩 差不多剩下一个脚步 然后我听到大叫的时候 我往回冲 一直冲 不想到城买底下 走到那里的时候 才知道是 直直的那边完全都没有坡 是有两名民众 滑落山坡的一个情形 两名伤者紧急送医抢救 可惜还是悬挂不治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 继续要来关心医疗的议题 卫福部日前宣布取消挂号费的上限 而政策上路之后 就让原先就医看诊成本 普遍就偏高的偏乡地区族人 感到忧心 不过好消息是 南投县13乡镇的卫生所 不收取挂号费 其中仁爱乡的卫生所 甚至连部分负担都免收 让民众看病几乎是免费 卫福部日前宣布取消 医疗机构挂号费调整被查制度 这也就表示以后看病 可能会被收取比现在 还要多的挂号费 其中像是南投仁爱乡 因地理因素交通不变 族人下山就医看诊的成本 本来就比平地高出许多 若再遇上挂号费调涨 恐怕会影响就医意愿 甚至拖延就医让病情更恶化 你看我不但要孵这个车票 还要护小黄的 然后我总要吃一点东西吧 也要花这个 挂号费更多那怎么办 医药费更贵我拿不出这个钱 干脆我就不要看病好了 可是现在已经开始开放 有一些自费的药物 老人家都不敢用 可是你何况现在健保药条了 那他是不是会变相觉得说 那我干脆不要看病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会是一个 对于住民会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虽然大家都会担心 挂号费调涨增加负担 但还是有些地区维持民众看病就医免收挂号费的福利 其中像是南投县的13个乡镇卫生所 民众拿健保卡就医就免收挂号费 仅需负担50元的部分负担费用 但其中像是医疗量人相对不足的仁爱乡 到卫生所看病连部分负担50元都免收 平时我们就是对我们乡米的服务 我们本所是不收挂号费的 然后尤其是我们仁爱乡卫生所呢 基本上是不会有挂号费跟部分负担 然后检验的部分也是由我们一手包办 目前仁爱乡卫生所常住有三位专科医师服务 再加上有远距医疗等服务 医疗品质其实相当优异 如果民众怕就医成本增加 不妨就近到离家最近的卫生所 看病或拿药 长久下来或许也可省下不少钱 原市新闻NO 南投仁爱 超榜报导 而同样需要就医小福利的 就是原乡地区的运产妇了 为了缓解原乡地区运产妇就医的不便 高雄市府就推出补助就医交通费 只要交通距离达到5公里以上 就可以逐次申请最多1000元的补助 台湾进入小史化社会 跟地方政府跟中央积极都推出生育计划 扩大补助产检服务项目 而为了缓解原乡就医的不便 高雄市府就推出补助原乡地区 运产妇就医交通费 只要原乡地区的运产妇与医院的距离 达到5公里以上 就能逐次申请到200到1000元的交通补助 因为配合中央在扩大运产妇的服务项目 已经免费产点的次数已经调整在14次 那在大概我们市府社会局的好运行的 相关的交通券的一些补助 我们希望来降低我们原乡 我们这些乡亲 他们一些不管是在就医啊 还有这些运产妇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然而对于这样的补助 住在离市区有两小时车程的纳马夏宾娜来说 帮助实在有限 他反倒希望区内能够申请交通车 让孕妇们统一产检时间 也把补助费用转移到挂号费上 光是有钱 好啦你说有钱不要业太多 七八百都跑不掉啊 对啊 你看挂号费现在都300500都有 对啊 你觉得1000块够吗 我是觉得可以统一 或者是我们可以申请交通车下去做产检 然后这个交通补助其实可以省略掉 可以补助我们的挂号费就可以了 市府希望借由补助 让距离不再是原乡孕妇到医院就医区要面对的挑战 但对于原乡的孕妇们来说 能将资源集中到他们真正有感的地方 才能安心在原乡度过孕期 原乡的老包子高雄纳玛下采访报道 接着要来看到高雄桃园区是爱玉的主要产地之一 中央跟地方就合力打造了山赖爱玉馆 而昨天原明会主委一将把洛尔就特别前往桃园区 希望整合在地的特色资源 推广爱玉产业 原本会主委一将戴上手套 实际搓楼爱玉子高雄桃园区是爱玉主要产地之一 原本会补助高雄市2250万 执行高雄原乡爱玉产业聚落推动计划 并设置山赖爱玉馆预计4月启用 原本会主委一将17号也前往桃园 了解爱玉产业发展 那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我们的整个初步的整个产业的推广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 那我也透过高雄市政府了解 在下个月应该就会正式营运 让更多国内外的游客来这个地方体验 桃园区公所指出 为了提高桃园区爱玉品质 爱玉馆设有直购仪 检测爱玉弹性 凌胶强度等爱玉也能透过炒食设备 添加净糕饼 面包等 最后果干 果皮等废弃物 则能用碳化设备加工成肺料 透过渔气让你知道说 我们现在所有产出来的东西 它都是有数据化的 那这一套设备呢 它除了有张力测试 它还有那个拉力测试 它这些测试就是让数据报表 可以列印出来 第一个是给我们的民众 第二个是给我们的种植的业者 让它可以去跟我们的消费者 叙述它的品质 淘云区近年积极推动 基础农业发展 除了山赖爱玉 还有金黄芒果 咖啡 青梅 高山茶等 园部会强调会了解地方需求 挹注资源及辅导 促进部落产业发展 增加租人收益 游戏新闻那部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镜头转到苗栗县泰安乡 在泰安乡同时拥有泰雅族跟客家族群 而乡公所周末就举办了客家文化节活动 表扬优秀的农民 其中也有我们的族人受到地方肯定 为了纪念女娲补贴 免去人间灾苦 每逢农历正月二十的天穿日 客家园都会在这一天 不耕田不织布 以娱乐的方式环渡 而泰安乡公所也举办客家文化节 以表敬天敬地的传统精神 活动中也表扬了优秀农民 也谢谢我们村长的推荐 受到地方的肯定 我比较专攻富有甜丝跟藤甘 没有密切 肯做 要做 还是要做 把两个区隔看起来 跟我们地方的两大族群的融合 觉得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结合 才是一个对族群的一个尊重 希望我们客家籍的活动 跟我们有受奖农民节的原住民 再一次将活动提升为族群融合 为主要的一个活动的方式 泰安乡虽然是原乡 但同时也拥有泰亚族和客家人 如今跳脱族群 将文化活动与在地美食做结合 展现出泰安丰富融合的人文风情 我们把这个客家美食跟我们豆腐街的各家的商店融合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游客除了在动态的活动之外 还有静态的所有的摊贩来去做品尝 我们豆腐街的一个桥上里面有做这样的一个布置 也希望有一个DIY跟美食享用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大家 凸显对在地文化的重视 乡公所更是在清安豆腐街举行采接活动 客家公益DIY活动 在地特色美食 像是倒麻吉 四色臭豆腐 豆干更是让来访的游客玩得开心 吃得满足 原始新闻感情 接着带您看到由茂林国家风管处主办的南岛族群婚礼 今年是由屏东县马家乡公所来承办 盛大的联合婚礼将在3月30号 在马家乡的梁山游汽区来展开 以排湾族传统仪式进行 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南岛族群的婚礼魅力 嘉一国小歌唱团以天籁美声 为南岛族群婚礼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今年婚礼将在梁山游汽区展开 为每对新人进行准备排湾族贵族婚礼 今年有十对的新人 其中一对是我们美国籍越南裔的新郎 跟我们台湾的新娘 还有我们三对的族人的新郎新娘 还有其他各乡各地的一个新郎新娘 都会来一起见证非常珍贵的 非常有族人南岛文化的结婚典礼 那也欢迎所有全国的好朋友 世界的好朋友 从报信 名枪 迎娶 下聘和台教等传统仪式 并在族人的威武 敬酒的祝福下 举行鞦韆仪式 每一项都是排湾族传统婚礼中必要的元素 让参与的新人留下难忘的回忆 头目的下聘跟贵族的下聘跟平民下聘 都有不一样的仪式来进行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用贵族的分离 是为了要合乎我们传统的一些规定 所以让我们其他不属于我们元乡的朋友们 来参加这个分离的时候 可以有所欺别 也尊重我们的文化 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一对新人 两对新人出席记者会 在众人的祝福下步入红毯 他们都期待透过传统婚礼 让这个美好时刻能涌全心中 我们是在这一两年返乡的都市青年 那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文化 那也很开心 每部落之后呢 用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在我们的即将的婚礼上 然后身为自己都是原住民族人 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而且是很荣耀的 我想跟我未婚妻一起体验这个活动 然后增进自己的原住民的支持 承办的马家乡公所表示 除30号贵族传统婚礼和新人之夜外 也推出南岛五感之旅限定游城 即3月每个周末的南岛市集派对 还有不肯错过的音乐派对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原民部落 挖掘在地文化与深度 体验原乡之美 原是宣哥舍 平东市采访不到 非常感谢 朝阳碑 宜花东工艺少棒邀请赛 邀请来自东部八个球队 齐聚罗东漫磊球场 以球会友 休息一下 稍后带您来关心 火車 我们要损活 会有那个要求 你这些 上夜市的 他财集的时间 结果 小财期 还是成立体育板 但因为太阳太大 那我们就收回 怕它会暴动 Fame 我的故事 就是你的故事 B тем 用故事改变世界 这件事情就是要吧 我们海纳摆穿 有鞋有泪 有欣喜有若狂 加油 挖掘真相 清静日常 原室新闻团队 我们在海洋 在山上 在部落 在都会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驻地与您一起共创 族群事务的美好 由于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持续要带您来关注 现在手机的社群软体 除了脸书Instagram之外 年轻人最爱的还有抖音TikTok 不过近年的国际社会 对于抖音TikTok 都抱持着资安的疑虑 像是美国众议院近日就已经通过 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 限期撤资TikTok 否则将遭到全面封杀 而这个消息也在美国的境内 引起哗然 一群TikTok使用者拿着标语 在国会前表达诉求 因为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一项法案 要求中国字节跳动 六个月内从TikTok撤资 否则美国将禁止下载TikTok TikTok是我们的国家安全 因为它是由BiteDance 对中国共产党国家的购买 我们知道这个是BiteDance的理想 说是BiteDance的理想 因为中国法律需要 这策则将使用TikTok 与中国共产党国家的购买 连参议院也尚未表决立场 因为这款APP在美国拥有1.7亿名使用者 这背后透过TikTok的市场消费 有内容创作者分享不容小觑 也有部分国会议员注意到 禁止TikTok会有违线疑虑 热烈讨论从美国延烧到国际 更遭到中国强烈批评 一个标榜言论自由 自诩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 却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企业 这才是真正的具有讽刺意味 而台湾已经禁止公布门 配发的手机 平板和电脑 下载TikTok或抖音 有立委关注是否跟进美国提出法案 全面封杀TikTok 国安局表示要有完善的法规配套 政策的形成或法规的形成 要有一个社会沟通的过程 国安局长表示 TikTok确实对台湾情资带来威胁 甚至影响资安设备 因此过去有讨论 在民众下载APP时设置警语 至于全面封杀 恐怕还要有各界共识 约织新闻RX陈明文整理报道 准公共幼儿园第三期将在8月上路 教育部日前提出相关的契约草案 明定包括近三年违法对待幼儿 属实等情况不予续约 根据了解 桃园就有十多家准公幼 已经撤下了招生的资讯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而家长团体则认为 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幼儿的受教情形 但确实有必要 确保准公幼的教保品质 幼儿园不当管教的情形实有所闻 尤其准公共幼儿园第三期将在8月上路 教育部日前提出相关契约草案 明定包括近三年违法对待幼儿属实 私生笔不符规定等情况不予续约 桃园十多家准公幼已撤下招生资讯 避免后续不必要的纠纷 桃园市建议教育部应不溯及既往 一方面已经发文给国导署 考量退场机制的门槛及实施日期 一方面也提醒相关的准公共幼儿园 关注此政策的措施 并未通知幼儿园退场或撤下招生资讯 桃园市教育局统计 约有三千五百多名幼儿会受到影响 可是家长团体认为 实在有必要确保准公幼的教保品质 政府你在花了人民纳税钱 你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个政策负责 至少要做到审查的机制 第二个后续的查核 是考核的机制 你这个讯息要让家长知道 不过幼教团体表示 像是私生笔一次到位的要求 招生人数的减少 以及失职人力调整等问题 相关成本的增加 政府都应该要有配套 予以业者补助 对于各方意见 教育部强调 目前正规划准公共幼儿园的 第三期合作要建草案 会持续收集各界意见 仅速定案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 一年一度朝阳杯 移花冬公益少棒邀请赛 周末在罗东漫磊球场热血登场 一共邀请了东部八个少棒队 让球员们以求会友 激发彼此对棒球的热情 顶着艳阳球员们全神贯注 分离会棒 朝阳杯宜花冬公益少棒邀请赛登场 由宜兰三星 花莲泰巴朗 台东碑南 台东宏夜国小等来自东部八个球队 齐聚罗东漫磊球场 以求会友 而场边家长的加油声 更是让球场的气氛 嗨到最高点 那是一定要的啊 就是鼓励啊 就是说要有我们鼓励 有没有 看他们在场上会不会比较快乐 不过在四场赛 台湾南国小布丁三星 国小强烈猛攻 与冠军战资格擦肩而过 不过小球员们从错误中学习 互相仿效彼此的比赛精神 而教练表示 透过朝阳杯以赛代训 也能重新检视球员状态 毕竟每个学校的风格都不一样 那也跟小朋友讲了 就是说别人的优点是什么 是什么这样 你们可以值得去学习的地方有哪些 要遇到这些强队的机会比较少 那强队的对我们来讲 可能会有一些比赛的那些帮助 一些经验 即使顶着太阳大汗淋漓 珍贵的比赛经验 也让球员们互相学习建立信心 而教练们也期待以赛代训 以球会友 激发球员对棒球的热情 原来希望感到我们要 许家荣 宜兰罗东 参加报导 而经过三天的朝阳杯赛事 四强名单包括 泰巴朗 三星 杯男跟红叶国小 经过一番的激战 最终是由三星国小夺得冠军宝座 三天两夜的朝阳杯少棒邀请赛 周日上午迎来冠军战 由宜兰三星国小对上台东杯男国小 最终三星以些为领先夺得冠军 而面对强劲对手 小球员也透露他的小秘诀 不会 不会紧张 因为放松打就好 对你今天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满意 打击还可以 首飞可以 球员们距禁会神地挥出每一棒 希望拿下冠军奖杯 不过无论输赢 教练们更期待球员专注每一场比赛 强调心态稳定的重要性 即使失误也不应受影响 可能前面有些领先太多分 那后面也松懈掉 可能要去继续一些教训 因为到全国赛 选拔赛之后 比数会更接近 那张力会更大的时候 那往往这样子就会输掉比赛 就刚好在这个当中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相对的他会一场一场慢慢的进步这样子 打击方面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 只是我们今天的比赛是输在失误 无形的失误太多了 可能一日两场 然后导致他们就是有时候精神 因为天气有点炎热 然后导致他们那种反应 会一定会体力 他们不像大人一样 能会去控制他们 无畏艳阳高照 小球员们也依然发挥运动家精神 打动场边观赛的大人 而主办单位台北朝阳福伦社 社长也直呼 球员们真诚热血的精神 令人动容 这三天看下来真的是很感动 他们都很用心的表现自己 把自己日常所学的全部表现出来 不管输或赢 他们都很充容的面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人应该要学习的 而且他们在场上的那些 很礼貌的这些行为 那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 朝阳杯宜花东公益邀请赛 如今迈入第七届 并是陪伴园民球员的宗志 挤住资源打造选手的锻炼舞台 创造多元的放球环境 而社长表示 未来会持续办理 预计在第十届将会扩大办理 让更多球员相互较劲 相互学习 于是新闻肯造码由许家中一栏罗东 财富报道 继续要来关注中华职棒热森赛 也在上周末开打 台北大巨蛋一连两天 入场的人数都逼近两万人 而新球场开战 中华职棒大联盟表示 六队都会进军大巨蛋 而首场赛事将在3月30日 由魏群龙对上乐天桃园 由银行董事长开球 替中华职棒热森赛开幕 中华职棒首次挺进台北大巨蛋 两天的热森赛事 16号第一天就吸引进 两万名球迷入场观赛 创下终止热森赛 史上最高票房纪录 热森赛请来美秀集团演出 举风具有复古台位 现场氛围是让球迷热了起来 而隔天则将邀请马吉卡 换原住民风格带动看球气氛 而大巨蛋热森赛首场 由魏群龙对上中信兄弟 紧接着隔天再由中信兄弟 PK乐天桃园 中华职棒大联盟表示 这次职棒六队都确定 会有台北大巨蛋赛程 而第一站就在3月30号 由魏群龙与乐天桃园开打 好 跟球迷苏再见 不过新球季开赛也有资深球员宣布退休 哈美族球员周思琦不时哽咽 平平是累 看出他真的不舍挥别球场 今年42岁的周思琦 在准备退休的日子中 反复想过自己退休的样貌 但也难以想象走到这一天 而阿美族球员周思琦上周宣布即将退休 在宣布消息的现场 周思琦是数度哽咽 说不出话 同时他也表达对球场的满满不舍 而42岁的周思琦进入中华职棒 将近20年的时间 他在球场的表现 以及树立的精神也让各界敬佩 才上台没讲几句话 眼泪夺筐而出流不停 中信兄弟球员周思琦 这个月宣布已退 今年球季将是他在职棒球场的最终站 我觉得我是满那个幸福点 已经因为是爆棚了 我很荣幸也很光荣 我可以穿上兄弟一件球衣 然后难以忠信一个大家庭 是我帮球人生最大的骄傲 42岁的周思琦是花莲阿美族人 2005年在中华职棒初登板 将近20年的职棒生涯成绩斐然 共hold出144支全雷打 敲出1801支安打 同时获得多次的中职最佳使人奖 并在2012年获选最有价值球员奖 除了球场上的杰出表现 周思琦也将棒球梦分享给小小球员们 因为我领取大国奖学金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事情 然后研发说自己成立一个棒球奖学金 然后来培育人才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2013年创立球牙基金 设立奖学金以及进行基层棒球队阅读推广 甚至从2014年开办送小球员赴日训练计划 造福不少片香球队 周思琦被誉为中华职棒一股清流 因为他挺过多次假球风波 依旧均守球员的精神价值 这也让周思琦受到不少球迷爱戴 而他最后也向球迷喊话 今年一起在球场相聚 见证他职棒20年生涯的最后里程 台东高商广告设计科学生 以山海经小说为核心举办臂展 利用文字专题 视觉传达及AI等技术 呈现台东土地故事 文化及美学 休息一下稍后有详细报道 料理核心理念是什么 简单调味就很美味 传统食材 用创新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吃到食材的原味 酒鸡是酿酒最主要的灵魂 我们大家是彼此照顾 互相支持 我们希望找猎刀 找猎人 找老鹰 找窝 给你一个途径 让你找到这个文化的底蕴 这不是跟我一样的鱿鱼丝吗 不是 这是你的鱿鱼丝 难道 我们的情人带 是一个传送门 马卡地 是马卡学生会 常常凝聚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土地 种植传统农作物 甚至在这里搭建起了公僚 藉此理解 祖先们留给我们的知识 与精神 马卡的意思 取自于马卡族族 陆盖族语为马卡族族族 亦视为彼此相爱 投资标股 迈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我跟那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 1.5反诈骗专线查询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继续来看到 屏东县马卡道族 曾经兴盛一时 但是语言跟服饰文化 已经逐渐视为 而位在万蓝乡赤山村的一对 马卡道族夫妻 潘兴尚跟潘兴 他们担心无法妥善保存母亲 遗留下的两件宝贵衣物 于是决定无偿捐赠给 使钱馆保存 来 现场来逼我们掌声 开心秀出捐赠的签署文件 屏东县万蓝乡赤山村 马卡道族夫妻 潘兴尚和潘兴 把家中保存的两件宝物 捐赠给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希望让平埔族群的 有形文化资产 得以进一步研究 并收到妥善保存 捐赠原油是潘兴尚的外孙 了解家中所藏文物 具有保存跟研究价值 建议长辈捐赠给母亲 任职馆长万蓝乡图书馆 但考量图书馆欠缺保存文物的专业设备 在马卡道青年小组引荐下 交由使钱馆来典潮 要捐给图书馆 可是我图书馆没有适当的专业设备 所以就透过马卡道青年小组 然后帮我们引荐到台东的史前文化博物馆 来帮我们做一个文物的增长 潘兴尚跟潘兴夫妇 无偿捐赠的文物 一件是母亲生前所穿大金山 以及一对母亲年轻时 亲手刺修作品 超过百年历史且绚烂多样 带有马卡道族特色图腾的件带 被使钱馆评估为典长等级文物 集聚研究价值将永久保存 虽然保存得非常好 阿嬷非常的珍惜她 整个保存的状况非常好 慢慢地从少数的口传记录 以及更多的是文物我们来理解 所以今天这个捐赠 我觉得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这些收藏 它会如果能够再出现 透过说捐赠给公立的博物馆 让它变成一个公众化财产的时候 然后当代有很多的 就是像马卡道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就有一个机会 就是说可以用一个 像这样的公共的管道来 来进行理解 马卡道族是平谱族群的其中一支 最明显的文化特征 由特征跟业绩等传统活动 使钱馆希望这次文物捐赠 在未来对马卡道族的文化研究 与文化附赠上 能够成为一块重要的拼图 原始训练歌手 屏隆万软采访不到 接着要来看到学生的创意了 台东高商广告设计科的三年级学生 以《山海经》这本经典 智怪小说为核心 利用文字专题 立体造型 视觉传达及AI等技术 把台东的人情 文化与美学设计呈现出来 同时以邀约为展览的题目 举办毕业成果展 猫头鹰水鹿百步蛇 一张张萌翻的通讯软体贴图 灵感出自于 布农族大洪水的神话故事 另外还有以水鹿与灵星文设计的 布农族异象logo 以及设计的即时影片记录 这些以文化元素 所设计拍摄的图像跟影像 通通出自台东高商三年级学生之手 我有不知道多少个日页画出来的 也希望它可以用 应用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用的 我们这些logo 它平常的文字都非常的平日 透过图像与影片拍摄 希望分享布农文化 并使用在日常生活中 台东高商广告设计科学生 展现三年所学 透过专题制作 立体造型 世界传达跟AI等技术 分组制作毕业展 把台东土地的故事 文化及美学呈现出来 其中也有原住民学生 是以炮炸邯郸为主题 分享地方特殊宗教信仰活动 因为它的表现方式很特殊 它在元宵节里面是唯一一个用炮炸的方式去表现 就是灯会的感觉 就是我们就根据时事进行改编 然后制作成了现代的动画 经由平凡的文字 但是由他们的设计 由他们的想象 还有电脑建模 以及喷漆 形成了我们所谓的 现在看到的妖怪 这场毕业展以邀约为名 主要取自中国玄幻智怪小说 《山海经》一说 强调这不只是一场设计展 更跨足国文商馆跟外语领域 让学生运用3D光固化设备 将小说里的妖怪实体化 借以展现广社科更多元的学习成果 原则新闻 这不是台东市的采文报道 为了响应每年3月份的植树节 林业署台东分署 跟京丰相公所合作 在嘉兰温泉公园举办赠苗活动 活动现场响应环保 回收废电池就可以兑换盆栽 为生活环境尽一份心力 民众排队领取树苗 为了响应植树节 京丰相公所跟林业署台东分署 大午工作上合作 在嘉兰温泉公园举办正苗活动 另外民众也可以拿家中的 被电池到现场来兑换盆栽 用行动来营造美丽健康的绿化乡镇 今天的节目这样子蛮开心的 所以本身自己也喜欢种 对我喜欢种种花种种树这样子 所以我比较贪心拿很多电池 又拿很多花这样 对静灵探的概念 这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爱不是口号 爱是用行动在每一个人事物上面 尤其我们的环境 环境的永续 环境的保护 是我们作为人 我觉得是一个责任 更是我们的使命 活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树苗 及花苗之外 也让参与的民众可以自己手动DIY 体验清手将树苗种在盆栽 为了保育野生动物 到工作站在现场推广改良室 对动物伤害较小的套筒式陷阱 设计的套筒式可以让较大型的动物 台湾黑熊或水路不容易踩踏 无处陷阱 开发民众登记领取 我们所谓的套筒 那个动物要踩很小 所以大概水路 台湾黑熊 大概那个脚可能会踩不下去 如果动物的脚比这个还细的话 它还是可以跑掉 表示它不够大 为了节能检探 金峰湘公所表示 透过植树节活动 传达守护环境的理念 珍惜省力资源并鼓励种树 让土地能充满 留意黯然的生机 希望大家一同为地球的环境 尽一分心力 约实行文物局 台湾金峰采访报导 而最近天气逐渐回暖 蚊虫威胁也根植升高 各地公所都展开 并没蚊喷药消毒作业 也呼吁民众 务必将家中积水容器清理干净 避免滋生蚊虫生长 各地公所展开 环境喷药消毒作业 清洁队员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就是要杜绝 避没蚊滋生的几率 降低民众被叮咬染疫的风险 此外公所也提醒民众 家中容易积水的容器 或是积水处 都要落实寻到清刷的环境工作 保护自己也共同守护部落的 公共卫生安全 接着要带您看到 在信义乡的东浦文化健康站 相较其他部落 距离市区更为偏远 连打理头发仪容 都要考量交通的问题 而慈善团体得知之后 梅河南投市区的美法店 来到东浦进行一检 服务长辈 拿着剪刀细心修剪头发 在设计师的巧手之下 每一位文件站长辈 对于自己的新发型都感到相当满意 也对这次的善心意见 表达满满感谢 我谢谢他们今天过来剪头发 剪得很漂亮 我们文件站老人 有种种的爱心的赞助 我们老人的心里 真的是很高兴 意见是对他们来讲 也是也很特别的稀奇 那一方面又是 也很感谢这个协会 能够捐出这些物资 新乡东浦村 曾有南西最深处的布农族部落 近年文件站场地 移动到圆明会辖下的 东浦活动中心 虽然设备上比以往更完善 不过因为地处偏远 要打理宜龙时刻 都要考量交通问题 因此也让这次发起行动的慈善团体 特别梅河南投市区的美法店 来到部落服务长辈 因为他们如果说要剪头发 都要跑到就是临近的乡镇 一来一往 就是长辈都会很疲劳这样子 那就是希望呢 长辈能够非常的愉快的 来参与这个意见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也经过 我们这里的负责人告知呢 当地有一些的 比较弱势的家庭 我们也带了一些物资呢 来协助他们 除了意见 跑梁山区日益温差大 协会也带来毛帽 毛巾等保暖衣物 提供部落族人 希望透过三星一举 让社会上充满温情 帮助更多需要关怀的家庭 好 OK 也是新闻昆迪南投信异常报道 另外要来看到台中市原住民妇女会 为了协助专门照护植物人的社福机构 为了筹建花莲分院 特别携手艺人卢学瑞 前往台中市的安养院 探视院内受照的个案 并送上祝福 希望借此唤起各界 来重视植物人的照护问题 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台中市某安养院受造的植物人奶奶 他的先生对他献上深深一吻 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因为这位植物人菊龙奶奶 早年因脑部病变成为植物人 菊龙奶奶的先生纵然善尽家财 也对他不离不弃 而这样的情况 却只是众多案例中的冰山一角 在家庭里面有发生这个 植物人生病这个情形 虽然是有健保 但是费用长久以来 还是会花很大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三百多万五年 通通就花光了 假设我们今天一个小康的家庭 如果今天是太太卧床 那其实可能先生 他就可能必须放下他的工作 长久的照顾下来 其实是很容易脱垮跟压垮一个人的 因此有许多家里有植物人 必须照顾的家庭 都相当需要心理及照顾上的支持 来缓解压力 及避免全家陷入仇云产物之中 有鉴于此 社福机构遇在花莲地区 手建分院 来帮助家中有植物人的弱势家庭 台中市原住民妇女会 以及原民艺人如玄瑞 也特别站出来支持 希望唤起更多民众一起来做公益 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小小的影响力 而且我们是在帮助花莲分院的筹办 那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真正的把爱送过去 花莲原住民的家人这么多 其实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照顾着的他也会累 他也是要喘息 那希望在花莲的创立这个第18分院 希望我们一起来加油 来就是爱心帮忙 市府机构表示 花莲地区目前有1061位植物人及重度失能者 其中有不少家庭 急需专业的安养机构 并透过社会公益伸出援手 来分担压力获得喘息 因此希望在花莲地区筹建分院 帮助有植物人照护问题的家庭脱离困境 一起把爱找回来 原是新闻NO台中市草包报导 小朋友准备好了没 小朋友们一起打招唱时代 你爱唱歌 我爱唱歌 我们都是好朋友 拍拍手跳一跳 经典战争的历史情节 荣苗事件引起1867年的六月 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 被我们的排文族打败了 美国的报纸有大湖的报道 穿山越岭的人文情怀 身手之助看到在雨中的头颅骨 摆在那边 女谁沿着头颅滴下来 好像头颅也在山然的流泪 自然生态牵引的文化演绎 陆野忠雄 比如说他发现了像球背橡皮虫 台湾其实没有球背橡皮虫 但是却出现在菲律宾为主 跨越时代族群人物的刻画 其实台湾的民众不能接受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 要让我们的女生受教育 汉人的女生进去的比较少 反而像李乐这样子平铺的女生 她比较有机会进来学校就 每周日晚间十点 朱国珍 石中山 带您深入阅读 原住民族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圆山各地今天的天气如何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看到屏东狮子牡丹满洲 气温在17到24度 泰武来意春日 气温是16到24度 三地门雾台马加 最低温14度在雾台 高温来到24度 高雄的圆乡地区 最低温只有8度在桃园区 高温22度 嘉义亚里山 气温是8到21度 南投仁爱 于石水里信义 最低温只有6度 在仁爱跟信义 台中和平 气温是10到20度 苗内南庄施坦泰安 气温是13到18度 要足以有5到6成的降雨几率 新竹关西 歼15风 气温是10到17度 有7成的降雨几率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气温是13到17度 要特别留意降雨 以兰大头南澳 气温是11到19度 花莲新城 花莲市吉安 气温是18到21度 秀林万荣 气温是12到20度 寿风风冰 气温是16到22度 凤林光复瑞穗 气温是17到20度 浊西域里根腹里 最低温只有6度 在浊西 高温只有20度 台东长冰成功冬河 气温是19到22度 池上观山 海端延平 气温是17 最低温12度 在海端乡 陆野台东市北南 气温是17到22度 泰玛里大午金风达人 气温是15到23度 蓝宇地区 气温是21到23度 外岛的连江金门澎湖 气温是10到19度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 原事午安报新闻 如果观众朋友 有任何新闻题材 请拨打原事专线 我是秋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